台北市長蔣萬安和副市長林憶花 李四川帶領大家一同開箱大巨蛋 從球場連通道走進球場 觀眾席內外也一一檢視 蔣萬安就在觀眾席 驚嘆比外國球場都還要舒適 加油 韓國隊三振他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市立棒球場 也就是現在小巨蛋的所在地 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 讓當時中華職棒冠軍戰的賽程打亂 也引起現場上外的觀眾 在雨中大聲呼喊 我們要巨蛋 今天我要在這邊感謝 當時在現場引諾大巨蛋的 郝博村院長以及歷任市長 大家一棒接一棒的努力 從選址規劃動工停頓復工到今天完工 我想都是所有辛苦的市府同仁 以及市公團隊大家共同努力 經過這麼多年32年的風雨 我們市府團隊上任之後 也積極地跟中央溝通 也全面全新投入 所以今天站在這裡 讓我有穿越時空的感覺 也想像32年前 在雨中呼喊的球迷朋友回應 我們要巨蛋 我們有巨蛋 投球接球揮棒 蔣萬安在大巨蛋現場實際體驗 邀向感受體育賽事的熱情奔騰氛圍 也宣布11月這裡有兩場比賽開大 我們在11月會舉辦兩場示範賽 12月我們預計舉辦亞警賽 屆時會有亞洲各國隊伍齊去一堂 在大巨蛋比賽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進場為中華隊加油 我希望大巨蛋的落成 不只是滿足國人對於最高規格 大型的運動場館的需求 更重要 我們希望所有熱愛棒球的老球迷 可以牽著小球迷走進大巨蛋看棒球 讓棒球的記憶可以穿成延續 11月中旬會有一場市營運開放賽 觀眾可免費鎖票 讓民眾來看球賽 並做好相關疏散演練 同時會設計表單供民眾填寫 以了解相關民意改善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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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